《獵人》是一部受到許多觀眾喜愛的神作 由於劇情特別且人物特色鮮明 因此在全世界受到了廣泛的歡迎與支持 然而就如同大家所知道的 這部作品還有另外一大特色 就是它的休刊次數非常多 是部常被開玩笑稱為永遠不會有結局的漫畫 然而這作品卻在近期有了新的消息 原因是作者傅堅一博老師開啟了推特帳號 但隨著最近傅堅老師推特的開啟 獵人也終於捲土重來 這個回歸經過可以說是峰迴路轉 一度在網路上造成了轟動 為了配合獵人這次回歸多年的副刊 今天我們就要一起回顧 傅堅老師這次回歸的經過 以及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回顧一下獵人現在到底演到哪 看完了你可能會意外的發現 哇 原來這麼多人都被困在船上 獵人自從2018年11月的第三百九十畫之後 就已經非常長一段時間沒有任何消息 因此甚至有許多人認為 獵人不會再有續集了 然而在2022年5月24日時 一張圖如其來稿圖 重新喚起了人們對獵人的期待 知名社交平台推特上出現了一個 名為獵人作者傅堅一博的帳號 並且發出了一篇推文寫著 總之還有四話 什麼啊 那位大神富堅老師動筆啊 也就是從這個推文開始 掀起了網路上的大討論 而在推文發出之後不到一天之內 圍繞富堅老師與獵人的搜尋 就佔據了所有的日本熱搜版 大家都在傳 獵人終於要重新連載啊 然後這時候卻有人認為 這個帳號可能只是一個假帳號 原因是這個暱稱為 富堅一博的英文帳號 居然像是一串隨機的亂碼 UN4V5S 8BGS VK9XP 這個應該是我在玩雷誌的時候 會不小心按到打出來的數字 在還不知道這個 UN開頭的帳號是不是本人之前 就馬上出現了許多 同樣取名風格的自稱富堅帳號 在大家的一陣混亂當中 同樣是日本知名漫畫家 且正在連載超人器作品 《一拳超人》的作者 春田雄介老師 轉推了富堅老師的推文 並且說到 這是本人啊 至此大家才確定 富堅老師真的動筆啊 隨後這個帳號 被許多觀眾拿來做梗圖 以半開玩笑式的提醒大家 請認明 UN4V5S 8推特時 才是老師本人最新的進度 我們可以看到 在推文區 全世界的觀眾都在歡迎富堅回歸 而就在隔日的5月25日 富堅老師再次上傳了新的手稿 這次的手稿是一張像是樹的圖畫 那普通人上傳一張自己畫的樹圖 可能不太會有太多人回應 然而在這篇推文的留言區 卻可以說是腦洞大開 不僅有許多觀眾的回應 這根本就是名畫 還引起了大家對於 劇中黑暗大陸的猜測 而這個反響實在是太過熱烈 因此在25日時也上了日本新聞首頁 雖然手稿的話是畫了 不過說到底 獵人到底有沒有要回歸呢 在當時就有媒體 直接第一時間致電官方 然而得到的結論卻是 連載再開的時間未定 看來還沒有這麼快 在所有的兩個月內 富堅老師不斷上傳手稿 大家也努力想藉著這些圖 來猜想接下來可能的劇情 不過看了看覺得 完全猜不出是什麼東西 然而大家看了還是非常開心 到了7月25日時 手稿中登場傳說中的那個男人 一直被卡在船上的酷拉皮卡 同時在8月的時候 富堅老師開始更詳細的回報 每個集數的進度 最後在9月時 Jump 編輯副的官方推特 也終於正式發文 表示獵人在10月4號 將會睽違4年 發行單行本第37集 此消息一出 馬上令全球觀眾震驚不已 粉絲都在大喊 酷拉皮卡要回來啦 有生之年又有獵人可以看 好感動啊 我自己覺得 最開心的應該是 尊將突擊賞 終於不用再打拳啦 而在10月11日時 也再次公布了 獵人將會回歸連載 登場於2022年的Jump第47期 也就是10月24日 正式登場 至此富堅老師回歸的旋風 也告一段落 想不到居然連開個推特 都能夠上新聞 只能說富堅老師真的是太強了 雖然終於重新連載讓人很開心 不過故事已經將近4年沒有更新了 難免讓觀眾必須花時間回想 獵人現在到底演到哪了 接下來的影片會牽扯到獵人4年前的劇情 除了獵人休刊前的劇情 一直以來都給人錯綜複雜的印象 而實際上由於參與人數眾多 而且牽扯了黃泉鬥爭的元素 因此的確相較於以往的片段是更大的點 不過雖然人物在數量上很多 但本身的故事也是有個大方向的 目前主要的劇情都是在前往 新大陸的BW1號 也就是黑金號船上 原本人類受限於事件強國V5的制約 表面上是不能航行出原本的世界範圍 然而在世界的外圍 其實還有著一片 人類尚未了解透徹的黑暗大陸 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 想要挑戰黑暗大陸的尼特羅前會長兒子 比揚德 就與晉升為V2的新興國家卡金帝國 一同搭上了黑金號的船上 同樣在船上的 還有為了追殺西索與掠奪寶物的幻影旅團 像他前會長命令一同前往的12隻 而比揚德自身還有自顧團隊 前12隻的金與帕利斯通也在團隊中 而為什麼船上會演這麼久呢 其實也是因為卡金帝國的關係啊 卡金帝國為了找出下一個王 因此必須在8個正式王妃生下的14名正式王子中 選出一名王子成為未來的王 這個爸爸真的是很會生 直接生出一個足球隊來 而這個爭奪戰就憲政在船上發生 雖然14名王子表面上是平等的 然而時事上的戰力以及權力 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差異 各自年齡與對念能力的掌握也不一樣 每個王子在爭奪戰時 身邊都有著來自不同單位的護衛 雖然各王子護衛的來源與組成不同 但排行越前面的王子與王妃 可以用各種手段 安排自己的眼線或是臥底來取得優勢 此外卡金帝國基層本身的黑道勢力 背後也是由特定幾位王子掌權 所以排名越前面的王子會越容易獲勝 而加入12隻的庫拉皮坎則是為了奪回 被第四王子切利多尼西收藏的火紅眼 而作為第14王子瓦布爾 也就是最下位王子的護衛 參與到了王位爭奪戰的其中 然後就在船上卡了好幾年 我們來大概提一下目前爭奪戰的情勢 以及簡單回顧已知王子的能力 第一王子班傑明 是有著如同動物般長相與身軀的王子 本身能力繼承凡心之人 可以獲得自身效忠者死後的能力 第二王子卡米拉 自身的念能力是百萬輪迴貓 為了宿主死後 利用攻擊者性命讓宿主回生 守護靈獸只要滿足條件就可以控制他人 第三王子喬萊 長得像古代穿越過來的人 個性上是甘柔並激的王子 同時也是黑幫羞烏烏家族的背後勢力 守護靈獸會吐出硬幣 第四王子切莉多尼西 有著天才的能力 但心裡卻異常變態 同時也是黑幫艾依依家族的背後勢力 進入絕後可以看見十秒後的未來 由於收藏著多雙火紅眼 因此是酷辣皮卡在船上的最大原因 第五王子滋貝帕 長得非常像科學家的王子 在有著共同研究者的情況下 守護靈獸可以在體內生成各種藥物 第六王子泰森 守護靈獸會生出小型的念獸群 說到泰森教練的人會被附身 只要越熟悉教練就會越幸福 但觸犯禁忌則會受到懲罰 第七王子魯茲露絲 是留著一同棚法還會哈草的王子 守護靈獸可以將目標的慾望 具現化後設下陷阱 同時也是黑幫家下家族的背後勢力 第八王子薩裂沙雷 喜愛女色與玩樂的王子 目前已經被暗殺身亡 第九王子哈爾可布格 本身有著與其他王子截然不同的性格 為了廢除王政而正式參戰 只要身邊有著羽毛刻印的友軍 就能夠集結出巨大的力量 也可以讓自己一名部下為代價 射出念力弓箭使其成為友軍 妥妥的打團第一名 第十王子卡卓 在帶領伏蓋茲逃離船石身亡 守護念獸的能力是在兩人其中一位死亡時 變成死者的樣子陪伴另外一位 第十一王子伏蓋茲 念獸能力是空間移動 去城與回城會分別由兩位王子主導 第十二王子木木澤 是最早領便當退場的王子 第十三王子馬拉羊 面獸的外型會隨著情勢有著不同的變化 並可以做出單向的特別空間 第十四王子瓦布爾 外型上還是一位小嬰兒 他還只是個孩子啊 平時都是由母后奧伊特抱著 同時也是庫拉皮卡護衛的王子 全程躺著也能參戰 究竟會不會發揮主角守護的光環 一路成為下一任王呢 也是非常令人期待 雖然有些王子看起來戲份不多 但由於還有非常多的王子存活 此外除了船上的上層發生爭奪戰之外 船下層各黑道勢力與幻影旅團的博弈 也開始如火如土展開中 目前加夏家族與修烏烏家族 都在為了旅團而協助收補西索 而艾依依家族的組長莫連娜 則是使用自身能力賦予23人 殺戮就能升級的能力 想要藉此引起大破壞 毀掉爭奪戰與這個世界 近期的話術應該都會接續修刊錢的故事 開始發展黑幫店的衝突 因此如果持續順利連載的話 這個船呢 應該還會航行很久啊 你自己覺得哪一位王子會勝利 又或者是劇情走向會直接大改呢 都歡迎留言 我是覺得以王道路線來看 第九王子蠻有機會的 但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未來還會登場更多獵人相關的影片 我們就下次再見吧 Frak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